N-MIX 2022年2月出道 以独特的风格在新生代女团中获得关注 但在音缘表现上与同级女团相比略显逊色 粉丝们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发现的作品太少了 目前只发了13首歌曲 几乎只有单曲专辑 一旦是女团艾夫为例 出道两年里发行了26首歌曲 而Cappler于2022年1月出道 至今也拥有31首歌曲 甚至L'Celliffin也已经发行了约20首歌曲 N-MIX与师姐TWICE相比 发行的歌曲也很少 TWICE在新人时期发行多达43首歌曲 而师兄Strakees则发行了超过50首歌曲 粉丝们批评JRP应该要帮他们多发行好歌 才不会浪费N-MIX的实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适应 MING PAO CANADA